受肺炎疫情影响 温泉业生意 但随着新的一年到来 一泼泼寒流侵袭 泡汤游客纷纷回笼了 花莲南区的安通温泉区 出现不少民众卷起裤管泡脚 直呼好舒服 而温泉业者也笑得何不容整 业绩突飞猛进 几乎是翻倍成长 希望在农历年前可以领个大红包 民众卷起裤管 双脚放入温泉里 从脚趾投暖到整个身体 在冷嗖嗖的天气里 泡温泉是一大享受 许多民众三不五时 就要来安通的公共一起来泡一泡 温泉业者表示去年因为疫情 造成温泉业者生意弹 如今疫情受到控制 又加上冷气团南下冷崩逼近 泡汤游客纷纷回笼 让一度低迷的业绩终于出现曙光 华联温泉多集中在瑞穗乡与玉里镇 安通温泉区 温泉记也在瑞翔温泉公园 安通温泉饭店旁边广场举行 瑞斯温泉是全台唯一的碳酸盐泉 有黄金汁汤美名 又称英雄汤 安通温泉则是弱碱性硫酸盐泉 浸泡之后皮肤润滑 也叫做美人汤 两地都有丰富观光资源 民众除了泡汤之外也能够深度旅游 记者高雙雙玉里镇采访博乐